戴资营两局轻松横扫中国选手韩月 成功晋级女单四强 在2023年日本公开赛女单八强赛上 戴资营仅用两局就战胜中国选手韩月 这场比赛戴资营的往前球让韩月苦不堪言 开局直接轰出一波9比0的夸张比分 状态异常的火热 现在我们就来回顾一下这场比赛 首局比赛 比分战成了2比2平 戴资营直接一个高质量的反手勾对角 让比分收入领先 这就是刚才为什么提到的 韩月基本上每一个球都要冲着压线压边去 好球 带资营的控球让韩月有些难以招架 沿着4分迅速地将分叉点拉开了 好球 韩月来了一个大角度的皮杀 对他 落点非常的精准 带资营又是一个往前勾对角得分 带资营又是一个往前勾对角得分 匪奔 往前球就是这么的细腻 反过来如果说你这球给的角度不太够 或者说速度比较慢 这球给的角度比较慢 杀球下网 带资营以十一第五领先六分进入局限 这带资营在往前球接的还是比较轻松的 接法球直接杀 落点很精准 带资营的杀球也很暴力啊 往前球又是一个勾对角 带资营的控球技术简直无敌 比分也来到了十七比七 分差已经相差了十分 这局比赛基本没有了悬眼 在局面上也比较被动 而且说白了 不管是世界排名 还是能力上会有一定的差距 那还不如放手一波 往前挑后场得分 二十比八 带资营达到了十二个局点 如果说还是现在这种常规节奏 控控控的话 目前来看效果一般 最后一球 带资营一个接法球甲动作 直接骗过了韩岳 拿下了这局比赛的最后一分 二十一比十二 轻松获得第一局的胜利 第二局开局 韩岳以二比零顶先比分 随着这一球的下往 这局比赛的转折点 就从这开始了 往前球的比拼 还是带资营更加的细腻 连拿四分将比分给反超了 连拿四分将比分给反超了 这段时间韩宇的失误不断 戴姿影直接轰出一波9比0的得分高潮 完全掌控了场上的局势 韩宇接杀球出界11比5 戴姿影再次领先6分结束了上半局 批杀得手 下半局开始 韩宇打得更加的激进 进攻打出来了完成连续的追分 剩下半局 戴姿隐又通过控球调动韩月 抓住机会就是中杀 韩月完全摆脱不出来 打得非常被动 这段时间戴姿隐打得有些放松的 被韩月抓住机会趁机追分 杀球下网 很快比分来到了19比18 戴姿隐只领先一分了 戒类球20比18 戴姿隐拿两个赛点 最终 韩月一个回球初级失误 戴姿隐以21比19 有惊有险地拿下了第二局 大比分2比0淘汰了韩月 成功晋级到了女单四强 戴姿隐的下一轮对手 是韩国选手安喜盈 这对戴姿隐来说将会是一场硬仗 球迷朋友们 下一场比赛你们更看好谁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